壹傳媒近年業績持續惡化,財務問題備受關注 拖累股價沽額沉重,股價星期五更加一度狂卸一成半,大位落到一頭九千八 看回壹傳媒最新一份業績,銀行借貸達到4億8千五百萬 而有大約2億1千五百萬是要在三年之內上還 但截至3月底止,公司銀行傑存及現金儲備總額就只有大約3億 而除此之外,公司早前就出售香港及台灣一周行等業務交易告吹 並買方索償金額達到4億1千六百萬 有關官司到現在還未解決,對財務同樣構成嚴重不迷惱因素 面對著財務壓力,公司已經將台灣的物業等入多間銀行 換取取得到銀行融資,物業在3月底帳面值總額是6億6千四百萬 資深投資銀行家溫軒立認為 壹傳媒當然可以新債養舊債的方式去維持營運 但目前人根收緊,利息又逐漸攀升之下 籌措新債的成本,一定是較舊債公安 另外,關大新鴻基財庫管理策略斯溫傑仁預計 壹傳媒可能要求現有股東供股集資 但現在壹傳媒股價只是在良豪市的水平徘徊 如果沒有利好消息刺激股價 就難以有效地進行股本融資 東網財經記者王苑不斷